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直品牌好程序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我是主讲人志哥 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些Spark当中的其他算子 这些算子包括CountByKey,CountByValue,FilterByRange,FightMapValues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Q群,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同学们,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学习当前其他算子 那其他算子当中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用的算子呢,叫做FilterByRange 顾名思义,通过名字呢,其实我们就能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啊 其实就是对啊,对这个RDD中的啊,RDD中 中的元素啊,元素进行过滤啊,过滤,并返回指定 内容的数据啊,同学们,说白了,就是对范围内的数据进行过滤,然后返回指定内容的数据 那在这也咱可以怎么做呢,RDD1.Filter BadRange啊,咱们可以给一个范围 范围呢,你给这个Key值就行了 那假如说从C开始到E结束啊,从E结束 那这里啊,需要注意,它是包括 开始和结束的 记得啊,它是包括开始和结束的 此时需要注意,它返回的值呢,是一个RDD 这样的话,需要注意啊,这个返回的值呢,是一个RDD 是一个RDD 所以此时呢,这里我们需要对这个RDD呢,进行一次处理 如果你想看到这个结果啊,你想看到结果 是不是咱们得掉这个AX的算子,才可以,对吧 所以此时呢,这里咱们可以print啊,答应一下 RDD2.connect.toList 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围啊,执行 C到E啊,C到E,也就是A没有吧,对吧 咱们C,A,B,C,D,E,对吧 那这里也就是C,D,E,看看是不是E也有,C也有,D也有,C也有 但是是不是就没有这个A啊,对吧 没有这个A,所以这里它可以给你个范围进行固定 前面是小的,后面是大的,它会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查找 如果满足就会都输出,并且包括开始和结束 开始和结束,那这也是一个算子,叫Filter by Range 附近 好,关键 咱们 感谢观看